泰白 我們那時候從高雄來台北 然後等於環境的改變 然後還有聽我們的經眾也改變 就很多事情都會 都變了 所以我覺得會有點不自在 上次低潮到底在那邊寫歌啊 我常常很懷疑這件事 我比較多想法 是 我也因為這樣就累積了很 就是很多一些小文字 會把它記錄在我手裡裡面 我覺得其實蠻不錯的 好像職業樂團進一步的邁進就對了 新的這張專輯我們又回歸到最原本的就是大家 在音樂上面找到幾個熱情 這一次的拍照也蠻特別對不對 哦 對 算半螺 某一張有一個邏輯 演唱會的海報 這次演唱會的海報 這五個人都脫了上衣 拼湊起來了 其實這有一種 也讓你一下摸不清楚誰是誰 可是也許又好像每個人都有一些共通的 這跟專輯是有一個含義在 設計的部分 設計的部分 其實設計是因為我們希望給設計師有很大的空間 讓他沒有放手去 沒有太過問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做出來 我們也很喜歡 剛好就一拍即合 你我被泉揚在中 你我被泉揚在中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成了哦 今天訪問是嘴哥樂壇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主唱阿倫 我是吉他手嘟嘟 我是吉他手大頭 你好 我是背手李烈 我是鼓手安安 鼓位好 不是小子安嗎 是不是都變安安了 他最近走有可愛風 蝶子風 明明你是 我看看這個上面的說明是 活寶 擔當兼性感男鼓手 什麼時候變成那個 冬天沒辦法太幸運 可愛了就對了 好 這是小安 李烈今天身體不太舒服 有一點 我記得上次好像比較開朗一點 對 就是生病了 生病了 他昨天好像剛發燒 而且晚上很累 他中了時下最流行的病毒 病毒 對 劉烈是文字藝術家兼親熟男 因為年紀最長嗎 對啊 因為我最長 然後笑得很溫馨的是我們的團長對不對 是 嘟嘟 不是 他是大頭 他是大頭 大頭團長 嘟嘟呢 我是嘟嘟 你說我開頭嗎 你是效果氣什麼 說什麼狂人啊 就喜歡樂器 狂人 喜歡到什麼程度 喜歡到 不吃也不吃沒有那麼誇張 但很喜歡 就很喜歡 所以有時候前會 這天到晚都會去樂器好了 喔 很常去 他們很常去 很常去 然後前可能比較 有點流不出這樣 就看到吉他啊 看到下午器就有點瘋掉了 對 失心瘋 那你比他正常嗎 我稍微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現有的已經夠用了 他是很喜歡樂器 所以他有時候看到一把吉他就 哇好想要買 你喜歡演奏 對我可能 就是我喜歡音樂本身 所以我可能有時候 麥克風啊 或者做音樂要用器材什麼 那種我也會看 Dudu你要不要稍微 平凡一下 對 人家意思是說他比較喜歡音樂 比較注重音樂的本質 你要搞清楚你是一個吉他師 對啊 他喜歡錄製那些的 因為我們這次專輯也是誰 他 錄製 就是弄了一些 實際把歌做出來的 一些眉眉角角 所以你會錄音 對啊 以前都獨立製作的時候都自己做 我們這張專輯他是製作人 對這樣專輯也製作人 所以呢 你還敢知曉看他是吉他手 你活得太煩了 對 好最後是阿倫 阿倫老師好久不見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靈魂人物嘛對不對 還好 那靈魂有受傷嗎 前一陣子有點受傷 現在算好很多了 怎麼了 就那時候出 就2014年的時候 2014年出的 對啊 然後因為以前做音樂 我們以前獨立音樂做很久 然後 07年開始做嘛 對不對 06-07年 然後那時候做的音樂比較 是 就是沒有管很多 是 然後後來開始變得比較像工作之後 因為這畢竟變職業啊 然後就會有很多考量 然後那時候遇到蠻多低潮 所以公司給你一些意見 還是 包括 圈內其他人 或甚至是 你應該跟他那個 年紀增長也有關係啊 你應該啦 你在我前面我就不擔心了 我大概了解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那時候從高雄來台北 然後等於環境的改變 然後還有聽我們的聽眾也改變 就很多事情都會 都變了 嗯 所以我覺得那會有點不自在 會讓我覺得不自在 那現在習慣做就好 那通常是怎麼克服 像我是比較治癢 我不會特別想要修復他 就是我就讓他 就這樣繼續廢一下 讓他壞到底 對對對 就心情很不好 然後 因為我是比較直接 可是有時候會影響到團員 所以小安那時候會怎麼處理你的 小安喔 他繼續講他的笑話 雖然說低潮到底有沒有寫歌啊 我常常很懷疑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蠻有用的 所以那時候我也沒有特別 要找快樂的源頭 就是 就讓自己在一個 比較敏感 因為我覺得難過的時候 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很敏感 對周遭的事情還有人 都會很敏感 然後就會比較多想法 是 我也因為這樣就累積了很 就是很多一些小文字 會把它記錄在我手機裡面 我覺得其實蠻不錯的 對啊 然後等於是要找 寫歌的時候 就稍微拿起來看一下 對對對 就變找靈感的方式 對啊 講一下RIFLE這首歌好了 槍 這首歌 而且為什麼用金字編的槍 因為金字編其實是有特別指定一種槍 就是LIFE槍 真的嗎 長槍 長槍才是金字編的嗎 對對對 金屬的 因為槍可能是短槍的那一種 金字編是比較長槍的 那時候去查 真的啊 也是一方面也是不想讓人家誤會是那種木字的長槍 OK 就是要單止長槍 對 其實這首歌是要講一個獵人的感覺 長槍跟獵人 是 城市中的獵人 所以跟神鬼獵人沒關嗎 沒有 沒有關係 好 因為那時候 就覺得 就是 之前一陣子蠻常發生那種捷運隨機傷人事件 就是捷運這種事情好像越來越常發生 其實國外有常常更多那種就是 喔對 什麼校園 什麼攻擊之類的 就是無特定對象的暴力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到底武器被創造出來的目的是 到底是要保護人還是要傷害人 那你會怎麼使用 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會他自己武器 比如說你的眼神你的語言這樣 有可能 對啊 那我就覺得那種 其實現在是會大家壓力很大 然後也比較疏離 嗯 那你可能眼睛睜開 就是一個戰爭 我的眼神如果不對的話 對對 就是當你每天一起來 你走到捷運上 你進入社會就是一個戰爭 就是一個小閒的戰爭 在家也可能有戰爭啊 喔對家裡也會 鍵盤也是一個武器 是啊 喔對鍵盤武器 他自己跟自己作戰也可能 自己把自己 他可能會遇到裝染 對 大概就是像這樣 那也是一種戰爭 是不是 就課章嘛 對啊 小安你這時候要繼續裝可愛就對了 就是說意思說 你雖然戴著墨鏡 可是你很怕蟑螂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我很怕 他其實蠻反差的 很怕蟑螂 他很喜歡一個 他偶像是熊本熊 很怕蟑螂 喔喔 你說他並不勇敢就對了 也不酷 他其實也沒有表面上這麼酷 試一下不是 對 不是這種風格 算可愛風 就是萌細的 對 常常我們在練然後練練 然後安靜然後就 喵喵 這樣 喵喵 欸我們的女同事現在都笑了 對 雖然有的是皺眉的笑 他們可能有點難 反感這些 有點難 忍受自己男朋友 突然會這麼喵這樣 喵 喵心人 那回頭來講 唱這個歌所以 到最後你得到的結論 是正面的還負面的呢 我自己是覺得 希望能夠保持善良的那一面 就是你能夠 你能夠有能力 但是你能夠去保護 需要保護 就不是侵略對不對 對 不要去侵略別人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唱這首歌 對 我們今天沒有要唱這首歌 童類是專輯名字嗎 對 這張專輯的名稱 童類 嗯 是在講什麼 尋找童類 對尋找童類 就是 基本上就是找不到童類 才會想寫一個這樣的歌 就三朝那種青銅器喔 童類 來了來了出寫 又來了 對 就是延續 瞬間凝結 延續 那我繼續囉 好 就是延續那時候我的低潮 就是 那時候會覺得 因為我們團隊其實中間也有 因為搬上來大家生活方式也不一樣 是 你說大家沒有互相很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算是生活很緊密 是 就是我們以前在高雄工作室 我們幾乎每天見面 對啊 然後上來之後大家一定會這樣 所以盡量祝福一點 不要太常看到鼻子 不要緊 對啊然後就會 反正中間會有點失落 因為在工作上 我懂啊 就是很像刺蝟嘛 就是又 湊在一起太久太緊了 又會容易衝突 對 事實上 但是分開又想念 對就會有這種感覺 會有寂寞一個 對啊 所以現在找到了一個比較適當的距離嗎 各位 對 應該算是有 有嗎 有 比起一年前算進步蠻多 進步蠻多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都要用預約制 是 其實是預約制 其實是預約制 對嗎 對啊 明天要幹嘛 先訂一下鼻子的那個時間 那就每個人都有比較多的其他的 看其他的人相處的機會 就自己會有自己的生活權 好 所以同類今天要聽一點嗎 好啊 好 我們來唱一小段 唱一小段 嘴歌樂團的 你我被圈養在同一個平面 嚮往自由陪 是為了讓你看見 我如此歸類 被動眼淚的痛淚 全是不停泉 讓疲憊模糊了視線 每個人住的都是五坪大左右的房子嗎 每個人住的都是五坪大左右的房子嗎 這種歌是在講那個文案裡面的 對啊 那個其實在講我們以前那個 以前的 高雄的錄音室的感覺 那個錄音室就是五坪 我們以前在那個錄音室 沒有沒那麼小啦 沒有那一間那小間裡面 控制室 對 然後我們都很常在裡面 討論事情 自己弄音樂 或者是玩樂 都會在那裡 了解 你說打麻將 打麻將會在外面客廳的部分 裡面會有點直 還真的有 還真的有打麻將的桌子 也玩過復刻牌 所以現在住的都比較寬敞嗎 謝謝 我都還好嗎 我差不多 沒有平大 事實上台北也租屋也不容易 台北巨大不利 台北巨大不利 那獨立樂團也不容易 對啊 那事實上從上當到現在 我覺得其實 整個算發片還算快的 真的嗎 一年 對不對 我們差不多一年多 我們上一張 一出來其實我們就慢慢在討論 就是有在準備新的作品 對啊 有感覺 越來越當回事了嗎 目前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我不說你們個人的準備跟努力 就是說環境給予的feedback 你覺得也越來越 有啊 我覺得這張還不錯 好像職業樂團 進一步的邁進就對了 這張的反應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團圓 重點是我們團圓自己都蠻喜歡 就是我們在做這張專輯是很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自然的 就是我們比較像是在玩音樂的過程 因為其實中間那一年 蠻久沒有那種感覺 對啊 會比較像是當成工作 就是例如說歌來了 沒什麼感覺 但你還是要把它編完 然後要把它錄完 但是新的這張專輯 我們又回歸到最原本的就是 大家在音樂上面找到激情跟熱情 激情 激情 激情的夫婦 哪一個激 激烈的激 激動的激 就像他寫一首歌demo出來 那以前可能會比較像工作室 欸這首歌你編 這首歌你趕快填個詞 或什麼 但是我們這次做就會有這種demo出來 喔這首歌我好喜歡 我趕快把它編一點 那當然也有說 我沒什麼感覺 也會有 就被放掉一邊去了 就沒有非做不可 因為他這次做了很多demo 其實我們很多demo去選 才把專輯裡面選出來 這次團有賦予給我比較多的工作 然後讓我去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挑戰自己 可是會不會有的時候你自己覺得還不錯 但就被打槍 會很長啊 有啊他這次丟出來 就是很多歌他都覺得 欸為什麼都不用 那你這樣會更挫折嗎 不會啊 我想說 反正有知道一日他也可以 可能被人家發揮 你要出個人專輯 就是可能放在我的硬碟裡面的某一角落 對啊 因為上次我們有一次遇到製品老師 他就給我們一個建議 他說 創作人其實就可以一直創作 這其實沒關係啦 沒有喜歡 說不定以後會變成你的養分 對啊 我硬碟裡有很多東西 也有很多 一定有很多東西的啊 對啊 而且事實上有的時候就覺得那也無所謂啊 因為說實在 作品一開始一定是先是給自己的 我覺得 你就算是一個商業作品 一開始 你完成那一剎那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只有你自己 在享受它 而且每次都覺得 你還沒有丟給他們的時候 你自己先 你一定先完成你自己 有啊每次寫完都覺得 這首歌一定會中 結果丟給大家 欸還好 其實根本也還好 因為每個人可能 那個當下的環境不一樣 這裡面每個人都會聽嗎 還是只會有 比如小安也會給意見嗎 會 我們大家都會 我們有一個 所以大家都可以 很自然而然的給意見 可以啊 可以啊 就不用就什麼 因為大家都已經認識很久了 不用怕傷到他的感情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 自己私底下天天樂樂 都也不太一樣 雖然大致上是 可能抒情搖滾或什麼 可是自己天天樂樂 都不太一樣 對啊所以 應該會花滿多時間在討論 創作上面 了解 我覺得這很正常 這應該是 應該也要這樣 對 當然有些樂團 我知道他們基本上 其他的樂手本質 是比較只喜歡管 樂器的部分 所以他們就會可能 對所有創作單 丟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都覺得還算買賬 可是有的樂團 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會激烈的討論 你們會激烈的討論 討論比較久 就有點為難到最後 風景算吧 風景嗎 我覺得是大畫家 大畫家嗎 因為大畫家是我們 跟以往風格差最多的一種 他有一點電子鼓啊 甚至裡面還有rap 所以 一開始有一點不習慣 對 這個應該是花最多時間討論 讓我們解釋一下吧 那時候為什麼 rap這個理列 要來附一下哲 你要講一下 那時候 這首歌一寫完 他就說 Dudu就說覺得 加一個rap還不錯 不是你說的嗎 我說的 是你說的 是你建議的 因為這首歌是我做編曲 然後編到後面 我就覺得可以放一段 空掉 本來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他那個beat 就感覺很適合在那邊念啊念 然後我就跟他 你就問他說 能不能使 本來就想說 要找別人來合作 就是beat這樣 可是那時候其實 發片在即很趕 然後 檔期不好笑 三聲還四聲 很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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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片在即很趕 對 也有一點點啦 大家對rap這件事好像 就是有無皆可這樣 就大家都放著 結果後來 這首歌做到大概 快到八成 快要錄音的時候 那時候 聽一聽就覺得 哇 還是很想放 我就寫了一段 老蛇 是 對 然後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就造那個老蛇唱出來 覺得哇 滿合適的 沒有你不是打電話 你是用line 可是要開演唱會再直啊 對對對 又很 對不對 所以又很趕 對所以一定要好好練 我會好好練的 不好意思 所以演唱會很期待嗎 期待 很期待 因為這次會 會怎樣 會怎樣 是在比較大的場 像我自己啊 我期待也是 跟專輯有點像 就是 能夠回歸到音樂 就是在做音樂本身 就是很自然 就在台上就好像在 其實跟練團感覺 希望能夠是一樣的 不會像是特別 變成另外一種很嚴肅的感覺 就是我想到他也是一個 輕鬆自然的 然後我們是 很有自信的那種感覺 你會講很多話嗎 你們是喜歡講話的 樂團還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希望是給人的感覺 實際上很流暢 流暢的音樂會 緊湊的演唱會 就是有人在警告 對 所以到時候話 所以他立刻就說不是 對 下指令 對下了指令 到時候話給我上演 OK沒問題 就不能只是 雖然你們是Mr.Mow 對對對 但一開始就 上一集就講過嘛 你們希望 這個團明明就是希望 可以做實事 對 做實際的事情 對啊 找他實地的 這一次的 拍照也蠻特別對不對 對 就設計其實找了一個 裸體 這個封面比較看不出裸體 對 算半裸 對 但事實上在某一章裡 有一個裸體 演唱會的海報 演唱會的海報 這次演唱會的海報 可是聽說這不是一個人現身的 沒錯 這五個人都脫了上衣 拼湊起來 拼湊起來 其實這有一種 也讓你一下摸不清楚誰是誰 可是也許又好像每個人都有一些共通的 這跟專輯是有一個含義在 沒錯沒錯 大家都在尋求某一個片段 某一個部分 可是也許有些東西是可以互相的 對 我們這一次是找我們一個 清琳一個設計師 然後 清什麼 清琳他的名字 對 然後他設計完之後我們都很喜歡 因為我們這次設計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溝通 我們好像只有一次在一個素食店 就聊了那一天 為什麼感覺嘴哥的形成都很趕呢 真的嗎 聽起來很趕嗎 聽起來每一件事情好像都知道 那火燒屁股的時候突然 專輯還 設計的部分 設計 其實設計是因為我們希望給設計師有很大的空間 讓他能夠放手去 沒有太過問就對了 對 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做出來 我們也很喜歡 剛好就一拍即合 對 所以我更喜歡這個海報的勝過這個 專輯嗎 專輯的 這專輯有一種 你知道以前那個 美國有個總統山 我知道 滿像 滿像的 有一些總統的雕像 滿像的 那這個好像是突然經過那個明天過後之後 有點像 有點被毀損的總統山 好 我們再來聽一首歌好了 那就 應該準備好的一首英文歌迷 對 這次只有一個是嘟嘟寫的 要不要解釋一下嘟嘟 這首歌 因為 我是比較屬於那種 直線條簡單的人 然後我對歌的喜好也是這樣 所以像我都跟他們講 我滿喜歡張正月那種 就是他的歌詞非常簡單 然後你一看就懂 你不用去猜 他在唱什麼 就比較白話的 比較白話 對比較白話 那旋律的進行呢 其實他也是就是一個 流線感強的歌 對 就是一氣合成那種感覺 對 然後歌詞的話就是在寫說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在睡前想很多事情 然後對 就是我因為 有點失眠 長期的失眠 然後睡覺就會一直想很多事情 我想說我到底今天在幹嘛 明天又要幹嘛 然後想 你會不會覺得一天都過得很快 對 然後覺得今天沒做什麼事 明明仔細想 然後又被好多士尼騎士佔據 對 還是做了一些事 對 被佔據人生的感覺 對 然後可是每一次當一覺醒來 然後太陽灑進窗戶 灑進來家裡就會覺得 欸 就這個世界還是一直不停在運轉 就是大家都一樣 過一樣的生活 然後你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就覺得很多事情好像不需要這麼在意 這樣 對 這聽起來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應該是一個灑脫的 應該是一個灑脫的 對 灑脫 結實很好欸 結實很好欸 好 什麼意思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個 從負面轉為為正面的 為正面 我覺得沒有很正面 好 為正面 走一段悲劇 卻也沒有那麼悲心 我告訴自己 總會有一天能夠交到正面 走回去悲劇 那就真的快速前進 反正全世界都不會等我 也不會等你 差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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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剛才交換了一個 有點黏甜的笑容 你不想說我們到底要談多次 對 對對對 結束了嗎 不好意思後面太長 今天阿倫心情應該還好吧 很好 但最後我要告訴你 可能讓你心情不好的事情 嗯 因為你在錄影前就很擔心 你的瀏海會BJ 對不對 我現在就BJ了嗎 我現在就BJ了嗎 其實你從頭到尾都有 很快就BJ了 那這邊幫我key一個圖好不好 這邊幫我key一個圖 網友自己用那個 黑色籤子筆 對對對 幫我塗尺 可是其實我已經 已經沒就算了 我們是實力派了 可不可以key一個熊本熊那個 因為我 認識後面的好不好 他想要 我記得也是表演 安安的偶像 然後台下的朋友 就一直比這樣 真的嗎 一直比這樣 你以為是在比勝 對 我以為很開心 他現在說你留他整個從頭到尾都B這樣 就這樣 所以因為他一開始 他一直跟旁邊的人說 他一直要這樣 對 但是你還是 我還是B了 他在第三分鐘就開始 所以老師剛剛愉悅的表情 就是來自於這個慢慢打開的 老師在聊的時候 一直想要說 好啦 那算了 不好意思 有一種那種 義大利跟旁邊的國家 分離的感覺 算了沒關係 OK 不過還是一個很帥的團團 對不對 謝謝 希望這張專輯有好的成績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隊哥 謝謝 謝謝大家